防堵治安风险 刑事局破获了台中大雅的地下兵工厂 查扣了大量的枪械还有子弹 主席是一名从事礼仪社工作的朱信男子 他上网购买模拟枪自行改造 而拥有的枪支数量 多到得要去外面足用置物柜来堆放 出国黑市价格超过40万 子弹枪支摆满长桌 这是刑事局中大从地下兵工厂查扣到的枪械 其中这两把名片型手枪很罕见 折起来差不多一张名片大小 造型看似打火机 很难察觉是手枪 虽然枪声很迷你 最多只能装两颗子弹 不过别小看它 其中一把具有杀伤力 另外还有八爪大小的掌心雷 同样体积都不大 而且也很好藏匿攜带 根据了解小型军火库的主弦 是当理仪社员工的朱姓男子 网路上购买模拟枪 自己在上网学改枪 落网时他跟警方说只是好玩好奇 朱前改造的枪支厂牌片解 国内外其中包含奥地利 格拉德国 巴勒巴西 Taurus 都是著名的手枪生产商 极方一共查扣八支改造枪支 106发子弹 在黑市价格超过40万 至于这些枪支有没有流入市面 警方将继续追查 记者综合报道